中国的芯片产业被美国卡脖子 最近啊中国的芯片公司倒闭潮涌现 但是啊这其中有猫腻哦 猫腻在哪呢 今天带您快来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治愈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美国的一个芯片法案啊 现在如火如荼 而中国芯片公司却出现了倒闭潮 听起来你觉得中国的一个芯片产业 完蛋了啦倒一片了啦 再也追不上美国了 但是倒闭的公司这么多 这当中真的没有猫腻吗 我们来看到问题在哪里哦 先从最近呢 这个西方国家一直说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芯片法案 已经把中国的芯片产业踩在地上了 大标题就说你看中国的芯片公司倒闭潮涌现 好了那我们就来考好看一看数字咯 最近呢在2022年中国的芯片公司倒闭的数量高达了5746家 2021年倒掉了3420家 也就是一年倒的比一年多 2022年呢倒掉的一个数量啊 已经是2021年的68%哦好多哦 增加68%的倒闭潮 听起来真的好凄惨对吧 但是真的那么惨吗 我们就要看猫腻在哪 回过头来看这些公司如何成立的 2020年2021年那个时候啊 刚好是中美贸易大战这个开始了之后 然后呢美国已经开始努力的开始要卡中国芯片脖子的时候 呃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禁令啊政策 于是那个时候中国做什么事呢 北京当局呢就开始寄出大量的补贴 鼓励所有的呃中国有志之士啊 我们来发展芯片产业啊 那于是那个时候就出现所谓的芯片滔金潮 不管你是什么公司 呃你这个本来做什么的 每个人都想搭上这个热潮 于是乎就出现了 我本来卖海鲜的 哎我本来呃这个做电器的 哎我本来卖保健食品的 哎我在卖维他命的 哎全部大家都改行哎 同一天全部通通登记变成了晶片公司 好了那拿了晶片公司之后呢 哎我就可以去跟北京当局 哎我现在在发展晶片 我想要一点补贴 所以呢拿了补贴之后呢 哎开心所以呢白话的说这些 诈骗补贴的公司 好了那诈骗补贴公司成立了之后 呃这个过了不久不就疫情更严重了吗 清零了吗 经济不太好了呀 那卡伯茲的政策更多了呀 所以他们经营不下去 那反正补贴到手了 我倒就倒了吧 倒了又如何 补贴已经进口袋了 所以呢你看到这些5000多家 3000多家的倒屁公司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这所谓的 诈骗补贴的可恶公司 倒就倒算他活该 但是北京当局的补贴已经做出去 没办法可能就当做投资实力 好了那于是呢 这猫腻在这了 不过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正经在经营 晶片产业的公司呢 嗯他也经营困难 简单举例好 我们来看到在2022年经营很困难的 有一家公司 呃这家公司呢 他是全世界第10大的晶片设计公司 他是中国的维尔股份这家公司 维尔股份呢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做这个图像感测器的一个公司 是中国的这个图像感测器的龙头哦 他在2022年他的营收锐减 97%很惨 但你看人家都没说我要倒闭 他还撑在那哦 那除此之外呢 你看到另外像中兴国际 中兴国际呢 是中国的金元代工的龙头 那他在2022年的第4季 他的营收呢 是锐减了27% 这也蛮惨的 另外呢像是长江存储 一样是被卡脖子 那目前呢 面临到的是要裁员的问题哦 那当然也都是蛮辛苦的哦 所以呢 正经的公司很辛苦 但他还依旧屹立不搖 想要努力撑过去 急起直追 但是那些片补贴的公司就倒了吧 所以所谓的倒闭潮是大概在这里 但目前为止在中国 半导体的公司呢 依旧还有17万家左右 这17万家还在努力当中 好那你说距离的差距到底 这技术差距门槛有多大哦 很多专家说 中国跟这些半导体先进国家 他的一个差距大约有10年这么长 甚至有一说如果啊这个chip flow 这个晶片大联盟啊正式组成了之后啊 那可能技术的差距可以更拉大到20年到30年这么多 哇那时差拉得很大哎 所以呢中国目前他的一个晶片产业真的面临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好不止于此美国呢为了要把这个差距拉得更大 让中国完全看不到车尾灯 他的晶片法案最近呢正式的要开始开放申请了哦 39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的补贴 补贴你希望可以到美国来设厂的 我补贴你哦鼓励你哎赶快来欢迎大家 但是啊当初的晶片法案不就一条吗 说你拿了我的钱你不能够到中国去这个扩张你的半导体的制造的产能 那当然这个利益你可以理解嘛 因为美国人就不希望你拿着美国的钱 然后跑到中国去设厂嘛 那就不对了嘛 那于是呢这一条你就可以理解哦 对那就跟他当初晶片法案的宗旨是一样的 但是呢突然间横空出示新花招哎 什么新花招啊 居然他说你拿我的钱如果超过了1.5亿美元的话 那你赚到的钱嘿嘿我要分润 这怎么回事啊 本来不是美国只是鼓励你到美国设厂吗 怎么现在美国变成股东啊 他要入股啊 你要入股啊 你的补贴日入股啊 怎么变成要跟我分润了呢 于是让很多的一些半导体厂商就为之却步 想说哈 那我如果到美国去设厂 我会莫名其妙多一个股东叫拜登哎 那这样对吗 但是呢你像台湾台积电已经设厂了怎么办 头都洗下去了 现在突然间冒一个拜登股东 呃怎么办啊 那可能他可以选择那我是不是就不要申请补贴 这也是一招嘛对吧 那甚至除此之外啊 他还多了很多的劳动的一个条件哦 比如说你拿了我的补贴的话哎 你要在你的工厂里头弄一个幼稚园 为什么因为呢要孩童托育啊不然这个了我们这个美国人的小孩怎么办呢 总不能满街路上街上跑吧那甚至他还说那你要多创造一些职位 让这些残疾人士来上班 让妇女上班 让一些弱势族群少数族裔来上班 哎怎么变成了在帮你解决你的劳工问题啊 所以他们说哎呀这应该是选举考量选举考量 好所以无论如何啦 这个所谓的晶片法案怎么到最后变成了一个选举法案 而且还变成了一个美国政府要入股的一个状况 还要分润大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但是呢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他就讲了这个晶片法案啊 希望可以吸引到很重要的一些先进的一些国家到美国来设厂 那他特别提到台湾 然后特别提到这个韩国的三星 然后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的英特尔 他希望在美国至少要设两座最先进的电脑晶片大厂在美国本土 好那当然晶片法案呢 也看到了有些美国自己的一些企业他想申请 但他觉得这个法案不对 他说这个法案如果不好好改改进一下的话 那可能会变成他落后给中国 因为这个法案当中啊 其实有一条叫环境审查的部分 在美国呢 还有另外一条法律啊 叫做这个国家环境政策法 也就是说你要在美国盖一定规模以上的这种基础 建设的话呢你必须要透过通过一个环境审查 但是你知道美国人没效率啊 他们的环境审查啊 哦这个时间通常拉得很长哎 有的是两年长会到四年甚至七年哎 哇你说环境审查我要盖一个先进的晶元这个代工厂 然后呢你环境审查给我搞一个七年 我本来呢是要做一个先进制程等到七年之后我都已经落后制程报落后到哪边去了哦 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些企业主就说不对嘛 你这个晶片法案这条环境审查的一个法文应该要改一改吧 不然的话呢哎岂不是拱手就让给中国了这也不对嘛 所以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考量 好但无论如何啦美国晶片法案现在即将要开放申请了 谁去申请谁不申请我们都可以观察 但是呢回过头来讲中国的芯片产业在面临到美国的晶片法案的一个摧残 到底要怎么样急起直追我们来看他真的完全没辙吗那现在中国在怎么做呢他们想到了一个方法啊希望可以成功的反制 亦或是不能反制也帮自己争取一点生存空间那就是从专利下手 我们给大家数字啊2022年全世界半导体的专利申请第一名的国家是中国 他半导体专利的部分呢占了55%都是中国去申请到的一些半导体的专利 第二名是美国占了26%的部分 第三名呢是台湾的台积电台积电呢呃他是单一法人就单一公司申请的最多 占了7%的一个专利数量总共4793项那再来呢就看到是英国英国的比例就很小了啦 但是呢中国他这个一半以上的专利哦哇这很厉害总共总数是378 800呃三千呃三万七千八百多项的一个这个半导体的专利哦全部呢都中国人申请的呃这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专家所说 希望可以透过专利帮自己争取一些谈判的筹码好那这个专利呢他们是这样讲的 他说目前为止你要去呃追上这些呃西方的先进国家的半导体技术你要去追台积电哇那个很难啊你要去追上这个呃美国的一些晶片设计哦那也很困难 所以他们就从专利下手他先单点各个击破我先去研发有什么半导体的新型的材料可以用作制成当中制成过程当中的原料他去研发 然后再来呢他去研发制成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小技巧可以让这个制成变得更完善他用这样单点单点的专利他去申请另外他去研究零组件呃这个先进的一个这个半导体制造的设备哪一个零组件我来研发让他更好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申请专利那未来呢只要被他研发到一个你绕不开的一个半导体制成的专利的话 哦那我就有话语权那我们就来谈我们就上谈判桌我们好好谈一谈你是不是该对我好一点不要再卡脖子了哦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除了去申请专利之外呢他们还开始要打专利的诉讼好那专利诉讼又是怎么回事呢中国的法院呢现在啊可以说在努力努力什么有些半导体的专利可能在别的企业的一个手中可能已经好几十年了但是当初可能他申请的过程是有瑕疵 于是呢他就找到弱点然后去打官司专利的诉讼那如果出现瑕疵申请的过程哎不太对的话哦取消他的专利一取消之后这个专利马上中国厂商就可以用了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去帮中国的这些半导体的厂商多要一些生存空间回来让他有多一些的专利可以使用哦那当然呢在他追赶的过程当中可能maybe就可以快一点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哦那当然中国的半导体的 专家说这叫做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保护中国厂商的一个机制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到底可以起到多大的用处目前我们不知道因为目前为止差距真的还蛮大的但中国的确在想方设法慢慢的往前追但是追的一个速度会有多快恐怕呢还要努力了哦好那么这是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晶片产业呢面临到了非常大的困境 而他们正在努力向前而美国呢则是努力的要逐起这样的一个壁垒不让中国往前追的更近到底呢这个晶片产业的一个大战呢还会怎么演变呢我们再持续带大家来关注咯这是今天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